一步上舞台就迎来观众热烈掌声 台下民众兴奋尖叫 意大利右翼政党兄弟党党魁梅洛尼 显然无法隐藏胜选的喜悦 这晚会过来 当这晚会过来 我们必须记住 我们不是一个领导 我们是一个领导 是明天 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领导 意大利25号进行国会大选 最新开票结果显示 右派政党兄弟党拿下国会多数席次 要升成为全国最大党 而该党党魁梅洛尼 有望成为意大利史上首位女性总理 与国内其他政党领袖意见最不同的是 梅洛尼不只强烈支持欧盟制裁俄罗斯 还曾表示如果当选总理 不会继续参加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 而且会强化与台湾双边的合作 他还表示台湾会是意大利 最重要的关切事项之一 新政府最快要到10月底才会组成 不过有些民众对于新政府的未来 似乎感到飘渺不定 有人担忧但也有人看好 意大利国营电视台RAI出口民调显示 加上联盟党和意大利前进党 右派整体可能拿下41%到45%的选票 右翼势力将全面掌控国会两院 进行文林梅杰朱佳林报导 中文林梅杰朱佳林报导